受到新冠疫情和行管令的冲击 今年的新春贡品买气薄弱低迷 毗里以保一名禀价业者 于是发挥了巧思 推出价格实惠 购买配送一条龙服务的贺岁贡品懒人包 没想到订单意外的暴涨 当中蕴含好一头的寿陶吉祥拼盘 最为畅销 让民众足不出户 也能够买到和吃到 祝福满满的新春拼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今年的农历新年气息 较往年逊色不少 连带冲击市场上的贡品买气 霹雳以保一个中式饼家 迎合消费变化趋势 趁着农历新年在网络推出 即长命馒头寿包 富贵金元宝 招财算盘和金条 丰富多元创意十足 而且充满好一头的手作贺岁拼盘 结果销量大热 订单从霹雳 柔佛 击打槟城和雪龙等分治他来 虽然制作过程繁琐好神 但是业者都忙得不亦乐乎 其实比较多工了 因为首先一定是要做了这些东西 这些兽头 这些包 橘子 全部都是要两天来做 然后做好了冷了 然后我们才可以做这个碟盘 通常都是在晚上才做的 就全部东西 这些东西全部做好了 然后晚上才来做这个碟盘的 然后这些东西有些做到通宵的 不是机器出的 都是用手 都是用手 每一粒 每一条都是用手戳出来的 业者陈思慧表示 想到疫情下民众尽可能节省开支 因此他们所做的贺岁拼盘价格相对大众化 最小份打15令吉便能买到 大份也不过100令吉 还给外州顾客配送到家 物超所值 我们今年就尝试打一些比较大盆的 而且什么东西都有 比如橘子 元宝 瘦陶 米菇 那个采石鱼 什么东西都有的 那么人们 顾客会觉得这样子 去拿去供奉那个神明 他们会觉得好像祈求新的一年 财云恨通 团团圆圆 平安顺利 夫妻满满 这样子 什么东西都有 他们就比较喜欢 陈思慧补充 由于拼盘里的贡品都是馒头 因此民众供奉神明 在蒸热便可以吃进肚子里 不会浪费